黃國忠問的是 草皮面上的雜草 有什麼樣的獨操桌可以來使用 包括還有一張水垃圾 它到底是對什麼樣的白 你看它的蝦皮 好像上面有一點一點 那是刺貝還是什麼 對著什麼東西有沒有 它上面有一點一點這樣子 嗯 這個草皮 草皮的部分 我們通常在草皮在洗的時候 大致上 大致上我們在草皮在用的一個這個 可能就是說 說是面樹隆還是白樹隆 這對它的這個蝦子 就是說它對這個荷本蝦是沒有 沒有這個殺傷 對看蝦子對這個 那種叫做 殺草蝦 殺草蝦最出名的是什麼東西 殺草蝦最出名的就是土蝦 這有意義的一個這個 效果的 所以你這樣去噴一噴 它有一定的一個 就是說 非常好做行為 但是 你如果像頂蝦子那種的這個 這種這個 它也是荷本蝦的一個雜草 它就沒有辦法 這個就要 扣人工去把它扣一遍 你如果是去扣一遍 這這種東西去噴一遍 那效果會很好 因為這個 這個 對著它剛發出來的這種 柚草蝦 怎麼會好 大起來 因為我們草蝦已經大起來 所以它如果有一些 合本蝦 那個 柚柚子剛發出來 我們去噴 這也有效果 所以 它的草蝦 就可以顧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通常 因為它比較大 它就不怕 它就 你噴一遍 所以你要先扣一遍 比如說 我草蝦先扣 這種 這個 這個 這個雜草 我們把它扣一遍 扣一遍 之後呢 你現在 甚至 已經扣一遍 已經扣一遍 扣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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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合本蝦的 我們扣一遍 扣一遍 過差不多 三五天過 因為 你要再扣第二次 還扣第二次呢 它會剛發出來 因為有些 如果是剛發出來 一點點 你扣下去 它也會死 所以這樣 就可以把草蝦 控制 合適 所以一般來說 多少都是 棉樹籠 百樹籠 這種 用藥 所以 我們在草蝦裡面 可以 把它 用 這種 煞草蝦 大概是 這樣 做 有時候 有些人 其實 你如果是 蒸 看起來 很漂亮 是在廣告 有時候 很困難 所以 很多人 會去幫他 擲這種 愛花劑 去幫他 漏蝦 整理炒過 之後 他去擲 擲這個愛花劑 擲過一段時間 都 發不出 走 他的脈 變得 現在 現在 這個 效果 算是 他的 其他 雜草 發不出 這也是 另外一種 方式 但是 我個人 比較不建議 用 這種 愛花劑 這種 的 情形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後 做這個 了解 這有時候 嗯 草坪 這個 對 這種 對這種 對這種 像 之前 補了 我問過 因為在 加拿大 看他們炒很漂亮 他們都認為 這是一個 營養管理的 這個問題 就是說 草坪也是 草 你如果讓他 大快就沒有炸草 但是 那是在 這個 他們 比較溫大 那種地方 他們的草 在大慢 像我們這邊 草在大快 稍微有一點點 風吹草動 我當時要旁邊 現在背就背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 很難 來 效果 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 這個 這個 所以 有時候 我們看到 大概是這樣的 風吹 那 目前 是說 最多的 我們如果是草坪的 類型 大概就是 這種選擇性的 這個 這個 一樹龍 百樹龍 這個 這個綿樹龍 浮樹龍 大概都大概這一類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用藥 這樣來 來做這個處理 這個 效果是還可以 所以 這通常是這樣 這個情形 這等 好朋友 做這個了解 那 完全 就是說 稍微 噴一次 有時候那種 官吏 也是蠻要緊的 好 第二問題是 這個 上面 有一個 會這樣 偶然 頂點 頂點 這個 牙蟲 這個 有人說 古神 這應該是 這我也不會分 這 完全聽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人在問的時候 都會說 古神 其實他在說的 可能是說 古神 到底是古神 古神 有的人是會把它分 就是說 要怎麼分 你如果問你是怎麼分 不知道 這個 古神 說來說 都差不多 反正這類大概就是 我們在說的 這個牙蟲 這個牙蟲 在 萊芽裡面 大概有四種 四種 五種 有 這個 有桃牙 有這個綿牙 還有一種綠色的 叫做綠牙 這一般來說是 這個桃牙這種 會 會很多 所以這種 有一個 這個 這都 差不多 完全 在這個綠色的 這個所在 變形 大概 大概都是 這個牙蟲 這個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如果是覺得很煩 可能你可以 管一邊 這種 曬素� 這種 還是說你把它噴 這個蟲蟲 把它噴幾邊 大概就是 伊達安 亞美培塞蘇安 這頂基加保護這種 甚至可以 用鋁肉 放在那張頭 讓它收起來 這大概是 這樣處理的一個方式 因為那個地方 都會找到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這大概是這個牙蟲 我們的養蟲 大概是這個牙蟲 這大概是這個牙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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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們都會建議 它們會介紹這個牙蟲 它們會有一個牙蟲 這樣就有一套 這類的一個牙蟲 這類的這個牙蟲 幸好就會更好 讓它們看看 這讓你稍微做一些參考 好